屏東大鵬灣水運上空C13洞運輸機 搭載陸軍航特部散兵 進行海上跳傘訓練 散兵從1250公尺高空一躍而下 訓練入水 散距解脫 避免被散衣覆蓋安全著陸 特種地形跳傘難度高 各種不同的特殊的地形 也能夠快速的把我們的兵力投入 像是這樣高強度跳傘訓練 都是由志願役組成 而我國主戰部隊 近來人力吃緊 國防部明年度恢復義務役 當兵一年外也祭出加緊 吸引義務役加入主戰部隊 所以吸引一部分的人 可以他到志願役為主的主戰部隊來 訓練會比較嚴格 然後這個要求比較高 那當然也變成是一個誘因 以義務役二等兵來說 服役滿半年後 可以實領兩萬八千多元 加上依照駐地或特殊專業 有六大家緊 像是空降特戰 空投部隊 可再領一萬多 特種勤務隊最高加級兩萬九千元 換句話說 部分義務役男最高月領五萬七 民眾看法兩極 而軍事專家也分析提升薪資 增加誘因外也要有足夠配套 讓義務役及志願役共同訓練 心態上面來我想多少 還是會跟同單位 其他志願役官司兵是不太一樣 就是怎麼樣去整合 這樣一個戰力 我覺得未來還是需要一些配套 國防部祭出加計 期盼補充國軍主戰力 讓義男在履行義務同時 也能在薪資上獲得更好待遇 C市里萬是李維廷 以後採用台北台東採訪了